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395回 魏银有一个天生的缺陷 那就是速度 在这个速度至上的时代 笨拙的魏银意味着先天弱势 魏呢并没有用其他的办法来提升魏银的速度 而是给魏银呢增加各种其他手段 把他们打造成一个风格另类的重甲战步 野灵心中啊渐渐的安定的下来 因为他发现整个战步有条不紊 虽然说只有百人 但是他们脸上丝毫看不出紧张的神色 他们就像是精密的仪器 丰功明确 不止干脆利落而又极具效率 真是强大的战步啊 见过不少战步的野灵心中充满了震惊 苦味们脸上淡定从容 既没有紧张也没有亢奋 他们就像平时修炼一样 举重若轻 树龙大人也没有说什么振奋人心的话 他只是像平常一样发布命令 没有一丝的异样 这处山峰是附近最高的山峰 高速入云霄 山顶平整 有六七十亩大小 一百二十根图腾柱 牢牢地插在了岩石当中 只漏半截在外面 苦味们错落立于图腾柱之间 隐隐可见是某种战阵 始终跟着他们的盗匪 一时呢摸不清楚情况 并没有马上出手 山龙团流传出来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山达界 当大阵布置完成 树龙悠然的毛色 悄然地涌上了几分 炊热的战意 左墨的脑袋轰了一下子 仿佛有什么东西 炸开了精神恍惚 就在此时啊 他手指下的少女一声轻英 曾义脸上陡然露出了 惊喜之色 丁儿 少年三个人呢 却脸色猛地阴沉了下来 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再想说动曾义 就不太容易了 别看他们三人呢 都是降阶 但是曾义的白牙魔体 他们还是十分的忌惮的 三个人对视一眼 眼中寒芒一闪 身形呢同时发动 少年直扑向左墨和少女 试图拿下少女做人质 而瘦子和胖子则同时 扑向了曾义 三人动作的一瞬间 曾义便察觉了 他惊怒抱贺一声 哼 吵死 姓黄色的蛇童 猛地化作灰白 疑人不惧 朝两人杀去 他的右手微扬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早就灰白一片 一声极细的笑音 仿佛从幽深地域窜上来呀 胖子和瘦子两人脸色一变 之间胖子一声爆赫 棕红色的磨纹浮现 一层层无形的波动 如同连一般扩散开来 瘦子食指如钩如肘 闪耀着乌黑有如金属的光泽 暗绿色的磨纹 如同无数细腾 紧紧缠着他的双臂 曾毅扬起右手 碰上了荡开的无形的连衣 没有一丝停顿 犹如利刃破冰 一层又一层 数十层连衣 竟然没有挡住 曾毅灰白手掌分毫啊 胖子脸色大变 曾毅的实力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危急关头 瘦子的食指 夹带着惊人的笑音呢 如同食道利刃 恰好杀道 曾毅灰白的童人 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如同死亡一般 幼长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 是迎面而上 瘦子脸上浮起了一抹狠辣之色 全身魔宫催动到了极致 暗绿色的魔纹 猛的光芒暴涨 忧虑忧虑的光芒呢 在空中掠过了耀眼的光痕 双方没有花巧的撞在了一起 轰闭一声 耀眼的绿光瞬间照亮了怨落 赤亮的光芒如针一般刺眼 就在这团耀眼光芒之中 夹杂着一声微不可闻的啪的破碎之声 光芒毫无征兆的消失不见了 瘦子脸上浮现了几分痛苦之色 她的右手手指啊 赫然断了三根 胖子脸上立刻现出了惊恐之色 但是她反应敌快啊 立即高喊 住手 曾借着 跪千金 胖子 胖子以停声最快的语速吐出这几个字 曾以灰白的毛子猛的一动 少年啊 根本就没看琢磨一眼 她的眼中呢 只有少女 身后传来的剧烈爆音 还有胖子的梦哼之声 让她的神经高度的紧绷 她知道 他们的行动啊 已经和曾益撕破了脸皮 以曾益的脾气 若是没有得手 那是绝对不死不休的 曾益虽然说声明不显 但是她绝对不会轻视他 若不是语帅有事 没办法亲来 否则的话 这次的事情也绝对轮不到她 出于谨慎的 她特意带上了两眉境界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两眉境界一碰上曾益 就土崩瓦解了 一照面 一退一伤 白牙抹体 那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她虽然身具龙族血脉 但是刚刚踏入降阶不久 绝对不是曾益的对手 眼下唯一的机会 就是曾益的女儿 那个昏迷不醒的女人 只有趁她呀 没有清醒之前 劫持她 这才能够啊 让曾益投鼠忌器 也才能够压迫曾益低头 她用尽全部的力量 身形如电 这一刻 她的头脑呢 异常的清晰 当少女的脸庞 映入她的视野 那张精致 妩媚的脸庞 进入她的眼睛 一瞬间 她差点忘记呼吸 常常的睫毛 轻轻的颤动 微微皱起的温眉 仿佛正在承受着什么痛苦 在这张无暇的脸庞 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怜意啊 高傲的少年 心中某块地方 仿佛瞬间柔软了 身后胖子的高呼 绕少年的一个机领 从恍惚当中挣扎了出来 眼前这张美丽无瑕的脸庞 竟然有着难以言喻的魔力 少年翔子压下了心中的颤动 一咬牙 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右手猛的朝少女抓去 越来越近 少年心中瞬间充满了狂喜 成功就在眼前 只要抓到少女 就能够反败为胜 她的右手呢 碰触到少女的粉镜 她甚至能够感觉到 手指尖端传来的 柔软滑腻 成了 就在此时 忽然少女尝尝睫眸 清清一探 缓缓睁开了眼睛 少女的眼睛啊 就像打磨光滑的黑药石 忧深不见底 一瞬间 那张精致妩媚的脸庞 好像是瞬间呢 有了生命的气息 活了过来 难以形容的美丽啊 说不出来的气质 但是呢 她就像一条在黑暗中的毒蛇 悄然无息的 便钻进了少年的心里边 少年神情瞬间迷茫 手不由自主地停在少女雪白的粉镜上 我叫莲儿 少女悠悠的声音 好像从风漫中传来 飘忽不定 动手 胖子焦急无比 少年的质肉网纹 身体一动不动 无数血溅 突然毫无征兆的 从少年身上喷出 少年仰面而倒 胖子和瘦子的神情僵在了脸上 他们不能自信的看着眼前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幕 他们没有看到少年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察觉到任何力量波动 他们呀 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他们很清楚少年实力 年纪轻轻 便晋升降阶 用不了多久 就能唤醒体内龙脂血脉 前途不可限量 哪怕是现在 少年的实力呢 也在他们两个人之上 竟然 竟然死了 他们就像是见鬼一般 眼前的这一幕啊 太诡异 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幻愁 我叫灵儿 少女悠悠的 对左墨说道 那张美艳至极的脸庞 带着惹人爱怜的味道 左墨这若网纹 他一动不动 少女合上了长长的睫毛 闭上眼睛 瞬间 无数破碎的画面 呈现在了她的眼前 一颗珠子破碎 别忘 清脆的少女的声音 充满了焦急和忧虑 千万别忘 少女呢 好像在不断重复着 叮嘱着 明明声音呢 就在眼前 但无论左墨 如何努力 他都看不清 少女的脸庞 就像是啊 隔离层水雾 一个个破碎的画面 不断的在她眼前翻飞啊 每个画面都是支离破碎 只有少女 焦急的声音 是如此的清晰啊 悲伤 绝望的情绪 如同弥漫的雾气 不断的向左墨侵蚀 左墨呢 紧紧的咬着嘴唇 身经百战的她 能从那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当中 读懂许多东西 谢光杀戮 少女的声音 忽断忽絮 同样支离破碎 别怕 快逃 这些支离破碎的词语 让人无从听懂 左墨心里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难以言传的悲伤 在她的心中弥漫 忽然 一个画面呢 让左墨身躯 猛的一阵 一个少女啊 背着一位少年 在山间仓促奔跑啊 树枝不断的 从两个人身上划过 两个人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 左墨甚至能够听到 少女粗重的喘息 一颗颗 沿着脸颊 大滑落的汗珠 左墨呆呆地盯着画面下方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 不能置信的东西一样 一双无瑕的赤足 踩过浑浊的泥土 踩过了坚韧的枯枝 不停地在奔跑着 左墨盯着那双奔跑中的赤足 怎么也挪不开目光了 少女别怕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恰在此时啊 左墨听到第一句 完整的话 少女的声音 稚嫩而坚决 一瞬之间 左墨像是被什么击中了 眼泪不可控制地流了下来 蓮儿 蓮儿 曾义看也不看胖子和瘦子一眼 看着蓮儿神色 激动莫名啊 她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了蓮儿的手 蓮儿的眉心 离开琢磨的手指 她悠然黑亮的眸子 无声地睁开了 扫过四周 当从阿鬼身上掠过 微微一凝 落在阿鬼的赤足 流露出了一丝恍然之色 自己居然能够看到 左墨脑海里面的画面 她有一些车精 难道是 父亲 她的声音犹如空谷幽蓝 蓮儿 你好了 你真的好了 这 这太好了 曾义激动的呀 语无伦次 而一旁的左墨 在她的眼里就像空气 她救了我 我一定会好好地奖励她的 她想要什么都行啊 曾义连连点头 脸上带着一直不住的喜色 但是目光啊 依然是舍不得离开女儿 胖子和瘦子悄然溜走 没有人在意 左墨睁开眼睛 她第一眼就是寻找阿鬼 等她看到阿鬼安静地立在一旁 脑海里浮现了那句 少爷别怕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掌 她揉着阿鬼的头发 阿鬼 你找到我了 她想让自己啊 戴上微笑 眼泪呢 却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 流了下来 想起捡到阿鬼的时候 阿鬼呢 浑身是伤 他一定是在寻找自己吧 想起在九转消土盘里 想起面对明霄老祖最后绝杀时 想起风沙里 他背着自己艰难前行 想起那个在葱林里背着他仓皇喘息的身影 泪眼模糊了视线 眼前的阿鬼的身影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这个模糊的身影和那个碎片里稚嫩的模糊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五行流利珠 是 是你留给我的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阿鬼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左墨深吸了一口气 抓起了阿鬼的手 脸色恢复的正常 但是 他的目光里 都立丝不同寻常的情绪 五行流利珠解开封印 说明啊 他全面突破清单期 想起那道银白色的神力 他的目光呢 猛的转向了曾莲儿 那个女人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还有曾义 刚才是怎么回事 左墨问扑腰何位 魏扯音道 呃 应该是力量感应 很罕见的现象啊 说明你们的力量契合度很高 属性相反 左墨知道力量感应是什么 这种现象啊 往往发生在属性恰好相反的两种力量之间 十分罕见 两种力量会相互的呼应 而且这种呼应 对力量的增长有极大的帮助 难怪后来对方反扑过来的银色的神力 不仅说呢 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的麻烦 还帮助自己完成了突破 可是自己修炼的是神力啊 能与自己发生力量感应 那对方修炼的一定是神力 和自己属性截然相反的神力 小心啊 这个女人有古怪 仆妖提醒了左墨 其实不用仆妖提醒 左墨也知道对方有古怪 到现在为止 左墨见过修炼神力的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她 一个是阿鬼 一个就是眼前的这个曾莲儿的 这个女人她看不透 不过也不需要看透 左墨这么想着 突破之后 原本啊 想找增益麻烦的心思也淡了下来 而且自己的突破 也有对方的帮助成分在内 左墨现在的心里边 全是阿鬼 五行流利珠里 封存的记忆碎片 给她带来了太大的冲击 她现在啊 只想找个地方 好好地冷静一下 二话不说 她抓起了阿鬼 冲天而起 刚才曾莲儿和曾义的对话 她听在耳中 她不用担心 卡卓会遇到什么麻烦 嗯 曾义抬头有些惊讶 左墨表现出来的实力 超出了她的意料 让他们走吧 曾莲儿 恰如其实地开口说道 啊 听莲儿的 曾义重立地说道 玄吉收回了目光 这帮家伙想干什么呀 戳在这儿到底是啥意思呀 一名盗匪有些不解 哈哈哈哈 跑不掉了呗 富于顽抗而已 独眼老大一句话 乖乖 这阵仗 不要说一百人就是一千人 也得交代在这儿 说的是啊 真是杀鸡用牛刀 我先前听山龙团那帮人吹的是神乎其神 我还以为多少人呢 一百个 哎呦 给大家碎牙缝还够吧 别废话 才一百个人怎么分呢 得了吧 先下手为强 名额可只有一个 有道理 有道理 一群盗匪呼啦啦的便朝山峰冲去 他们这个动作立即引发了连锁反应 其他盗匪见状也毫不犹豫的急冲而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三百九十六回 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三百九十六回 一百人 即使在山头百开阵势 和三千多的盗匪比起来 那连零头都算不上啊 蜂拥而至的盗匪 就像海啸一般排山倒海 遮天避雨呼啸冲来呀 树龙眼中强自压抑的战役 此时失去了所有的束缚 如同喷涌而出的怒烟 轰然燃烧了起来 开 一百零八根图铜柱 忽然冒出了滚滚的黑烟 黑烟见风暴涨 转眼之间变如一团巨大的乌云 笼罩了整个山头 维侯落后的盗匪啊 一头扎入到了乌云之中 图腾柱喷出来的黑烟 翻腾不休 它们宛如有生命一般 变幻不定 忽然一根图腾柱 周围的黑烟不断的变浓 幻化成了人形 一个个由黑烟幻化而成的人形 出现在图腾柱上空 磨脚盘 如果一名魔族的黄金战将 看到这个战阵一定会惊呼的 磨脚盘是最强的绞杀战阵之一 它就像是一个恐怖的脚盘一样 陷入战阵的战步 就像被丢进脚盘里的肉块 一点一点的被绞成肉泥 当年死在磨脚盘的修者是不计其数 只是随着那场千年之战 磨脚盘失传已久 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而此时 曾经最强绞杀战阵之一的磨脚盘 却出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头 虽然只有一百人 杀 滚滚黑烟当中树龙爆鹤 如同回荡在天际的雷霆 战阵运转如同脚盘轰然转动 佐墨一言不发的看着阿鬼 阿鬼坐在他身旁神情目然 刚看到阿鬼目然的表情 佐墨心中隐隐作痛啊 阿鬼体内的神力太诡异了 佐墨呀探索不到阿鬼的任何的想法 他的脑海里边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佐墨记得阿鬼最有灵性的时候 是他受伤神力全尸的时候 神力 那种令人心悸的冰冷的虚无 佐墨心中一痛 佐墨 喂 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佐墨沉声问道 仆妖和魏都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佐墨也知道 这个问题啊 有点为难他们 仆妖和魏虽然说 对修炼懂得很多 但是对神力呢 却并不比他知道的更多 若是阿鬼能说话 那就好了呀 佐墨喃喃自语 若是阿鬼能说话 那他就能够告诉自己一切了 佐墨知道 这只是痴心妄想 他强自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地回忆那些碎片里的每个细节 他立即啊 有许多的发现 阿鬼称呼自己少爷 这个称呼呢 就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 自己只怕呀 不是寻常人家出身 阿鬼背着自己逃命 还有那些充满血腥和杀戮的碎片 只怕自己家呀 已经遭遇不测 谁干的呢 为什么呀 阿鬼身上的神力 是从哪来的 谁给自己 墨石改容的 无数的谜团 一面扑来压的佐墨呀 几乎喘不过气来 冷静 一定要冷静 佐墨死死地咬住了嘴唇 接力地来让自己保持冷静 但是他抱起的青筋 显示他此时心中的激荡 偏偏啊 阿鬼身上的神力 成了最大的阻碍 这种神力 古怪得很 佐墨根本没有办法驱逐的 就在此时 独妖忽然开口了 记得我和你说过的 素颖魂丝草吗 琢磨一乱 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点了点头 哦 记得 你说 素颖魂丝草 能够找到我记忆的碎片 对 阿鬼的记忆受到了破坏 神魂受伤 而且啊 我怀疑他神魂受伤的和他修炼的神力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弄清楚这些 不一定非要在阿鬼身上着手啊 听了朴妖的话 琢磨反应极快 眼前那众人意料 哎 对啊 不一定非要从阿鬼身上着手 可以从我自己身上下手啊 越想琢磨越是激动 没错没错 那些事情我应该也经历过的 记忆里肯定会留下影子 如果说我能把记忆恢复 一定能够搞清楚的 我就能够知道阿鬼修炼的是什么神力 我就能想办法治好阿鬼了 自己啊 真是太钻牛角尖了 一心想着呢 从阿鬼身上突破 浑然忘记了 自己应该也知道的呀 回忆起自己的无空山子时候 掌门捡自己的时间 和五行流利珠里封存的记忆碎片上 那样显示的时间差不多吻合 素饮浑丝草真的能够恢复记忆吗 为此时开口证明了 胡有所言非虚 这种生长在魔界的草 只要你的记忆里有一丝记忆碎片 就能够完整的回溯你的记忆 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记忆碎片 只要找到素饮浑丝草 应该呢 可以回溯你以前的记忆的 左末二话不说 哎 哪有素饮浑丝草啊 扑腰和卫对势里演 两人有些犹豫 说呀 到底哪有啊 宁静的忧泉界 据说有素饮浑丝草 素饮浑丝草 忧泉界 左末 南南醉语 目光皆宜 你说什么 独眼魔狼猛的站了起来 满脸的震惊 老大 全死了 全死了 一个都没活下来 手下脸色惨白 没有一丝血色 就闯进来的时候啊 就是跌跌撞撞 此时呢 依然给人摇摇一坠之感 什么 全死了 说清楚点 怎么这个全死了呀 独眼魔狼不愧是个人物 很快的恢复了镇定 他冷静的问道 七伙人全死了 三千多人呢 一个都没留活口 手下结结巴巴的 眼中流露出了浓浓的恐惧 就像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啊 在面前一般充满了绝望 他们 他们黑龙峰 把大 大伙 全都杀了 不可能 独眼魔狼 还是不信 三千多个 他们才几个 一百个一百个杀死三千 你当是杀鸡啊 老大 是真的呀 您去黑龙峰看看就知道了 那儿全是尸体 从身上 一直到身脚下 全是尸体呀 独眼魔狼的身体 都有人僵住了 听手下这么说 他终于相信了 黑龙峰并不远 手下绝对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犯错 也绝对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 来骗自己 怎么可能啊 那可是三千人呢 一百人 怎么可能杀死三千人 而且还没有活口 独眼魔狼 手足冰冷 嗓子发干 找到他们的尸体了没有啊 没有 独眼魔狼心底一股寒意 直往上窜呢 多少年了 连同恐惧感 他都有一些陌生了 然而就是这股让他陌生的恐惧感 竟然如同潮水一般 几乎把他吞噬了 完了 踢到铁板了 而且是一块硬的不能再硬的铁板 一百人能够全歼三千人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战步精锐 在独眼魔狼这么多年的战略生涯里边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说过这么强大的战步 唐若说不是真的发生在身边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但是现在他只觉得恐惧 这样的一只恐怖的战步 只有那些庞大的势力才可能拥有啊 该不会是哪位摩帅的军位战步吧 独眼魔狼皆厉让自己保持平静 但是他的两腿却不由自主的颤抖了起来 任何一位摩帅在整个百忙之名 都是雄居一方的雄主 是强大的代名词 读来读往的摩帅 除了传说中的那几位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别看他在山达界呼风唤雨 但是在那些魔帅的眼中 他只不过像蚂蚁一样 随时可以碾死的小人物 哪一位魔将手下不是猛将如云 借主如雨啊 别看独眼魔狼啊 平日里边凶横不可一世 但是啊 他非常的聪明 从来不去招惹那些招惹不得的势力 任何一位魔帅所代表的势力 可都是招惹不起的对象啊 那一个该死的呀 自己怎么会干出这样愚蠢的事情来 独眼魔狼心中啊 后悔不迭 唯一的好消息是 对方好像没有伤亡 他说啊那大人物的心里 对于这些大人物们来说 他们的时间珍贵异常 只要说没有太大的麻烦 他们是懒得把珍贵的时间浪费在小蚂蚁身上的 他没人哪 走了 没人敢拦他们 独眼魔狼长出了一口气 走得好啊 走得好 这样的杀神 走是最好的 一心赶路的树龙他们啊 并没有理会其他的盗匪 其他的盗匪呢 早就吓破了胆了 哪儿还敢上前骚扰啊 但是一只一百人的战步 屠戮三千名盗匪的消息 还是迅速的传开了 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 都纷纷的表示不相信 直到当黑龙峰如同地狱般的折影被发掘出来之后 这个消息才轰然爆开了 大家呀 都在猜测 这只恐怖的战步究竟是属于哪个势力啊 一百屠杀三千这样惊人的战绩 让这只神秘的战步鸣声大噪 由于说不知道战步的来历 许多魔族呢 都会称之为屠夫战步 树龙他们只顾赶路 哪里会知道 黑龙峰一战 他们引起了许多势力的注意 不过就算知道 他们也不会在意 因为他们收到了左墨的命令 全速赶往碎十戒 左墨拼命地汲取手掌中的神力 丝丝缕缕的神力不断地融入到他的血肉之间 突破的左墨 仿佛摆脱了所有的桎梏 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进步 说起来都奇怪 左墨的灵力已经完成结单 神识也结成阴神 可是偏偏魔体啊却始终就差一步 左墨对这一点呢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三种力量之中 魔体呢是他最熟悉 也是最精通的力量 按理说呢最先突破的应该是魔体才是啊 不过左墨并不着急 随时啊他正处在力量急速上升的时期 每次从掌心集起的神力都能够让他感受到明显的进步 左墨无暇啊去修炼其他 只是一味的汲取神力 炼化神力 他的右手手掌 不亚于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但是澎湃的神力 真让人迷醉啊 左墨没有浪费一丁点时间 疯狂的投入修炼之中 这段时间呢 他打听了一些关于幽权界的消息 就像修真界往往被叫做四境天一样 魔界呢也有另一个名字叫百蛮之明 分为两界 一个是百蛮界 另一个呢是明界 幽权界在明镜的最深处 没有人知道那里具体的情况 只知道那里是整个百蛮之明 最混乱 最野蛮 最黑暗的地方 光是抵达那里就很不容易 必须穿过许多大势力的领地 沿途充满了危险 倒费横生 还有最凶残 便连那些大势力都忌惮的生魔族 这只魔族凶名赫赫 他们天生啊 便是杀戮狂 他们嗜血残暴 没有丝毫的情感 琢磨知道 想要驱逐阿鬼的神力 想要知道一切 想要找到素颖浑丝草 他必须变得更加的强大 光靠他一个人 那是不够的 他需要帮手 他索性地在碎石界等待树龙他们 他抓紧一切时间的修炼啊 没日没夜 从来没有像这样充满了斗志 阿鬼在他的身旁安静地坐着 和往常一样 左墨开始修炼 但是很快的 他便察觉到体内不同寻常的异动 太阳精肿滴溜溜地转动 火焰层层涌动 青藤咸水也释放出了淡淡的光芒 温和而清凉 让左墨感到惊讶的是 连钉破神光啊 似乎也变得不安分了起来 如同一尾斑斓的鱿鱼 灵活至极地在他的体内流转不休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啊 似乎呢 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的 怎么 要突破了吗 左墨知道越是这个时候 越得需要平静 保持心神空灵 他缓缓地运转神力 神力融入血肉 不断地转化为三力 又不断地从三力转化为神力 往复循环无穷无尽啊 身上的魔纹一点点变亮 但金色的魔纹繁复如花 魔纹呢是忽明忽灭 如同呼吸一般 但是啊 随着每一次闪烁 魔纹的亮度都会比之前更亮那么一分 当金色的魔纹亮到极致 耀眼的金芒如针一般扎眼 就在此时 太阳金种忽然轰然涌出了无数的火焰 如同滚烫的溶浆包裹了神力 而青藤玄水 此时水气陡然大胜 不断地渗入左末血肉之中 刚刚被太阳金种火焰灼伤的血肉 立即恢复如初了 左末身体的魔纹 立即发生了新的变化 金色魔纹 就像活了过来 沿着左末体表 蠕动变换 渐渐的呢 原本密布体表的魔纹 开始划分出了许多的区域 魔纹朝这些区域汇集 魔纹的汇集变得越来越集中 使个明显的区域出现 忽然那左末体内的太阳金种 猛的变亮 心口处绽放了金色的光芒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魔纹汇集收缩形成的石块金斑 开始沿着左末的体表游走 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 牵引着它们 而最大的一块金色魔纹 如同被磁石吸引 游走到了左末的心口处 太阳金种的光芒 与这块最大的金色魔纹 猛的融合 魔纹呢 变得如同融化的金叶 在左末心口处缓缓的流淌 就像一支笔在慢慢的勾勒 与此同时 另外的九块魔纹呢 一个接一个的 也变亮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397回 欢迎收听 修真世界第397回 要眼的金色魔纹 不断的融合变化 它们变得越来越圆 很快的 十块魔纹呢 变成了十个 完美的圆形魔纹 就像是十个太阳 十颗太阳 错落有质的分布 琢磨浑身各个部位 只见十颗太阳 猛然大放光芒 黑夜照得有如白昼 天空的星辰 黯然失色 就在此时 犹豫不定的钉破神光 猛然一头扎入到了 左墨星口的太阳魔纹 然后 如同一根针一般 飞快地穿过了 其他几颗太阳 直接一根根笔直的金线 从十颗太阳中 延伸了出来 与其他太阳相连 转眼之间 左墨的身上 便多了几道 纵横交错的金线 与十颗太阳连接一体 直到此时 魔纹的光芒 才仿佛消耗殆尽 暗淡地下来 左墨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中 完全地变成了淡金色 瞳孔里边 隐约可见 交错纵横的金线 额头一道金色的 太阳魔纹霸气四溢 啊 这是 左墨呆呆地看着 手掌中的太阳魔纹 这颗太阳魔纹 和以前用日文掌时 出现的日文 颇有几分相似 但是更加复杂 更加精美 十颗太阳 最大的在心口 最小的在眉心 每只手掌脚掌 各有一颗 丹田一颗 背上有三颗 左墨知道 自己肯定是突破了 只是 好奇怪的感觉呀 左墨有一种 强烈的直觉 自己这次的突破 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怎么 发生了什么呀 狐妖和卫 看左墨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怪物 哎 我说你们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 左墨有些承受不住了 你晋升了 狐妖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冷然 但是早就和他 私混得熟极了的左墨 听出了 他声音里边的 一丝不平常 我当然知道 我晋升了 哎 那我现在是什么摩铁 厉害不厉害呀 狐妖的目光 很奇怪 很厉害 我也说话了 魏的目光啊 也很奇怪 你现在的魔体叫做 石无天仪 一种很罕见的魔体 比白牙魔体 还要罕见的魔体 啊 这么厉害呀 左墨大急过望 但是他忽然歪着脑袋 有些不确定的说 我说 你们是不是没搞错呀 我记得白牙魔体 是降阶魔体吧 你没记错 狐妖的目光 变得更加的怪异了 左墨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 才迟迟的说 降 降阶 我 我声降阶了 狐妖和卫都不说话 只是用那种 很奇怪的目光 在看着左墨 所以要从他的身上呢 看出什么花儿出来 左墨已经被这个消息啊 震得呆立当场了 降阶 什么也跟什么 所以 这一声降阶了 这太匪夷所思了吧 他的大日魔体 可是孝节魔体 这次迟迟没有突破 左墨的以为 遇到了什么障碍 那儿曾想到突破后 竟然直接跨过 统领阶 而进上了降阶 这降阶和统领阶的区别 就是 原因和金丹的区别 这其中啊 有着本质的鸿沟 这不合理 这不合理吗 左墨 晕晕晕晕的响着 应该是 太阳精准的原因 还有青铜玄水 和定破神光 诶 十无天一 降阶排地体 狐妖和卫 忽然争论了起来 尤其是 当左墨听到 十无天一 降阶排名第三的时候 一个机灵 倾向过来嚷道 为什么不是第二啊 狐妖和卫都转过了脸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大尔摩铁 那可是笑阶第二啊 左墨很理直气壮 第二 掉头的第三 这是退步 白痴 狐妖吐出两个字 这样的人居然能够练成 十无天一 卫的目光 也像看白痴一样 我就说嘛 肯定是太阳精准的原因 有这样的宝贝 白痴也能练成 十无天一 嗯 有道理 狐妖和卫 充满鄙视性的讨论 不时的传入耳中 左墨实在忍不住了 哎 说清楚点啊 经过了狐妖和卫的详细的解释 左墨呢 才大致的明白了过来 摩铁的升阶 和最初的排名啊 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而比如说 大耳摩铁虽然孝杰啊 排名第二 但是 他的晋升路线 却远不止一条 晋升的摩铁之间 差距非常之大 而十无天一呢 是大耳摩铁 最好的一条晋升路线 而根据 狐妖和卫的讨论 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修炼成 十无天一 和他身具 太阳精种 有的最直接的关系 还有他修炼的太阳神力有关 包括青藤玄水和定破神光 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否则的话 那以左墨 现在的实力 最好的结果 也是晋升 统领阶排名第七的明光像 听完了之后 左墨呀 这才明白了过来 不过 对于到底是不是太阳精种的缘故 他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降阶第三 见识过 降阶排名第十六 白牙模体的强大的威力 排名第三的十无天一 一定威力 更加的强劲吧 左墨 在心里边默默的念着 他的目光 不由自主的望向了阿鬼 阿鬼 我练成了十无天一了 我会越来越厉害的 握了握阿鬼的手 左墨重新的投入到了修炼之中 任何一点时间 他都不想浪费 十无天一 降阶 摩体排名第三 这样强悍的摩体 如果说能把他的威力 全都挖掘出来 去幽权界的把握 也要大胜许多吧 左墨 默默的想着 看着昏狂修炼的左墨 狐妖何味 齐齐默默无语 哼 他很拼命啊 狐妖看着左墨 不知道在想什么 血同忧深 情绪有些复杂 过了半天 他忽然开口 我决定帮他 怎么帮啊 用尽一切去帮啊 不要抬起了头 你上次说的对 那笔账 总是要算回来的 公孙 躺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出神 左墨师兄把最近发生的一切 都原原本本传了过来 没有意思的隐瞒 他们几个人呢 都看完了 谁也没有想到 师兄的身世竟然是如此的离奇 如此的悲惨 虽然说还没有真正的弄清楚 但是就目前的这些信息 都足以让他们这些身心百战的家伙 嗅出了里面浓重的血腥味 师兄此时的心情只怕 不行 不能让师兄一个人战斗 一定要做些什么 公孙猛的坐直 拌上之后 昏那双有如林家少年的清澈的毛子 浮起了淡淡的笑意 毛的身处 战役如凋零之花 纷纷洒洒 漫天飞扬 从来都是并肩作战的呀 百蛮之名 忧权界 真是充满了挑战性啊 战役 炙烈如炎 血液几净沸腾 但是小娘的心 却是异常的冷静 她开始思索 如何才能实现 一定会有最合适的战斗方案 大人 门外的护卫敲门 什么事啊 被打乱的小娘皱起了眉头 护卫进来呢 递给了小娘一枚预检 并报道 大人 刚才伟生大人送来了一份预检 说是要交给您 大师兄 小娘一乐 她拿起了预检 半晌之后 脸上露出了苦笑 大师兄啊 竟然孤身一人 去寻找左墨师兄了 至公尊师弟 兄弟之义 手足之情 问己本心 无法做事 心如见 以坦荡安然斩腕 自知实力不足 故此辞别 深入魔界 以待仰战 视魔力界 若未死 敌全界之计 当有一剑之力 预检里 未胜的声音淡然 却透着深深昂扬 决决 真是个疯子呀 小娘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 那就一起 缝一把吧 归岛的气氛 陡人之间 变得紧张了起来 朱雀银和魏银的修炼的强度 变得前所未有的大 紧张的气氛 谁都明白 出事了 很快的 消息在两营传开 左墨大人遇到了麻烦 朱雀银和魏银呢 都是从小山界开始就跟着左墨的 感情呢极其深厚 如今听到大人遇到麻烦 却迟迟没有出动的命令 只有不断督促他们修炼的命令 大伙呢立刻就明白了过来 他们的实力不够帮助大人解决麻烦的 不需要任何的督促 两营开始疯狂的修炼 很快的 由海界各大家族接到了命令 新营青龙营开始组建 要求各家责派优秀弟子参加选拔 有弟子入选的家族将获得更多的权益 命令一出啊 在永海界顺时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天道大阵日趋扩大 所有的家族都知道啊 归岛在永海界的统治牢不可破 这个时候响应归岛的命令 那才能在日后获得更多的利益 无数杰出的少年涌向了归岛 石东接到命令 有些纳闷 他的进度之快 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意料 但是啊 没有想到 小娘大人呢 竟然还不满意 命令他加快推进速度 除此之外 小娘大人授权 他可以扩充灰影 这样他感到呢 非常的吃惊 只怕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吧 石东虽然说脾气不僵 但是个极聪明的人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左墨大人 左墨大人那个被野灵称为 能成为王的大人 他沉思片刻 便把扩充的命令传达了下去 随着命令提高修炼强度 出什么事情了大人 手下有些狐疑地问 左墨大人 可能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啊 武王大人遇到了麻烦 手下一听这个消息 大惊失色 急切地问道 是很大的麻烦吗 有没有危险啊 我们要不要去支援呢 手下激烈地反应 出乎了石东的意外 怎么 你很着急吗 手下一论 当然了 那是武王啊 你觉得 他能成为王吗 石东问出了他心中 长久以来的疑惑 一定能 手下人呢 握紧了拳头 神情的认真至极 我们都觉得能 这样啊 石东若有所思 手下也顾不得向他行礼 火烧屁股一般的向外冲去 他把这个消息 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下去 武王在上 这是大人传来的魔纹 还有一些心得 孙宝大师傅 看着下方的众人 神色颜色 这段时间呢 所有的人呢 把手上的活都放下 专攻魔纹 众人纷纷抬起了头 有些惊讶 要知道 虽然说金乌营的任务 一直是颇为的繁重 但是氛围呀 非常自由 两位大师傅 根本呢 就不怎么管 任由大家发挥 除了说 在某些特定任务的时候 才会集中大家的力量 出什么事情了呢 众人心头犯着疑惑 几位大师傅的神情 也很严肃 他在给大家发意见 大师傅 出什么事了呀 所有人的目光啊 都集中在 孙宝大师傅的身上 大人遇到了一些麻烦 需要咱们帮忙啊 下面一片死寂 半秒之后 就轰然炸开了呀 什么 大人遇到了危险 该死的 那帮家伙文乎值守啊 小年大人呢 天哪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些年轻的生产修者们 群情激愤 恨不得马上冲出去 那可是大人啊 整个金屋营 每个人都曾立下誓言 永远追随大人 谁也不会忘记 是谁传授给他们法觉 是谁给他们金屋火 他们现在衣食无忧 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谁给的呀 都闭嘴 极尾大师傅一声爆喝 顿时 所有的人鸦雀无声了 孙宝大师傅脸上 没有一丝的笑容 他的目光 就似乎有一桶火焰 在跳动着 所有的人抓紧时间 研究手上的预见 里面是大人 关于魔闻各种仓物 时间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 弄懂所有的问题 下面每个人的眼中 都似乎也跳动着一团火焰 然后我们开始撰刻摩文 这是一场战争 左墨可并不知道 归岛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们疯狂望我的修炼 以前左墨呀 并不执着于力量 对于野心并不大的他来说 力量不弱就能够活得不错 但是现在 他对力量的追求近乎偏执 他很清楚 无论是正好阿鬼 还是弄清楚他的身世 全都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那就是力量 那就是力量 足够强大的力量 每天都不知疲倦一般沉浸在修炼之中 他在等待 树龙他们前来 如果他打听的没错 优权界量的地方 光靠他一个人 那是不够的 十五天移呀 降阶排名第三 虽然不是第二 可是呢 依然呢 有他的独到之处 这让左墨心里边 还是很满意的 短短的数日之间呀 左墨的实力突飞猛进 他对十五天移 终于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十五天移 十个太阳 错落分布在 他前身的各个部位 他们看上去呢 就更像精心雕刻的刺青 而不像魔纹 最显眼的是 左墨额头处的太阳纹 比指甲略大 完美的圆形内 是凡复精美的花纹 外圈有象征光芒的锐齿 并不耀眼的 沉郁的暗金色 与之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 这期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398回 欢迎收听 左墨的脸庞呢 并不算帅气 但是眉心多了一枚太阳纹 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华贵的味道 十五天移 每一颗太阳 都代表一个力量之源 需要不断地积累力量 使着激活 每一颗太阳都蕴含一般变化 十颗太阳 十般变化 但据魏所言 自炼成了十五天移的魔 本就非常的少 而领悟十般变化的 那就更加稀少了 十五天移 每一般变化都威力极大 霸道不双 更让人畏惧的是啊 十五天移的力量变化 极尽精巧 并非依偎走蛮力的路子 但是十五天移最著名的 却并非十般变化 而是有着降阶 第一届之称的十五天界 一听着名头啊 琢磨就眼馋不已 可惜 未也不知道十五天界 到底怎么 才能领悟 戒 是原因其修者 魔将 罗侯妖层次的 强者开始接触到的力量 定真的 灯火焚戒便是 而尾上能够 金丹七触摸到戒的门槛 天赋之强 令人瞠目皆舌呀 见识过真的灯火焚戒 琢磨对戒充满了向往 可是对于如何领悟界 魏也没有多说 那里 左墨还是太遥远 虽然因为身怀至宝 左墨练成了十五天移 但是如今呢 他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状态 他之前突破的灵力和神石 如今啊 却成了拖后腿 左墨这些天拼命的炼化 右手的神力 然后呢 转化为灵力和神石 以这种方式来强化 十五天移 原本左墨以为 这种稳固需要很长的时间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只用了十天 便把灵力提升到圆阴界 神石提升到腰腹 一方面是充足的神力 左墨的右手内 力量漩涡增长越来越快 每日能够炼化的神力 也是越来越多 惊喜之余 左墨也有一些担心 照这个速度下去 很快呀 每天产生的神力 就会超过他炼化所需要的量 另一方面呢 十五天移的境界 虽然说并不稳 但是毕竟是降阶魔力 比起金丹和阴神呢 要高一个层次 左墨虽然只是刚刚跨过这个门槛 对力量的理解呢 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谓殊途同归 虽然摩体和灵力神石 截然不同 但是依然给左墨 许多借鉴之处 原因结成 蒲腰和胃都没有感到吃惊 在他们看来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左墨的神石炼成腰腹 却让蒲腰有些兴奋 炼成的腰腹的腰啊 被称为罗侯腰 在腰界呢 已经能够积身高手之列 左墨在腰术上的天赋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和更加令人惊艳的 魔体相比 便有一些逊色了 偏偏狐妖觉得 左墨那是自己的学生啊 反倒被魏抢走了风头 耿耿于怀 如今左墨炼成腰腹 那意味着 他可以传授更多的腰术给左墨 而且几股荒祭术才真正的适合 罗侯腰啊 不过 扑腰并没有说 他在做一些事情 石指玉的角落 忽然多了一些奇怪的消息 这些消息 用词古怪 预计不通 而且位置十分偏僻 不引人注意 可如果有心人发觉的话 一定会惊讶的发现 每一层石指玉 都会有类似的消息 有用吗 魏问扑腰道 不知道 扑腰血童啊 目光悠然 时间太久了 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 死马当活马医 当年主人的支持者 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我已经发出了血招 普遥眼中闪烁着肆意的光芒 嘴角呢 浮起了一抹冷笑 时间再厉害 他也会总留下点东西来吧 你打算让阿佐 我继承这一切 普遥却摇了头 他未必愿意继承啊 我们的看法很一致 不过呢 这个家伙需要力量 普遥的黑衣无风自动 他的声音也变得深沉了起来 他不了解自己啊 我们也没有真正的了解他 他的敌人 只怕比他想象的多 他只有一条路 和我们当年很像啊 普遥被魏这句话勾起了回忆 血统的露出了缅怀之色 但是很快的便又恢复了平静 而且跟着他不亏啊 坚守千年而没有放弃的家族 理应重回荣光 不知道还能剩多少呢 普遥也沉默不语 他心里其实啊 也没底 左墨 蒙着停下了修炼 他察觉到有人靠近了 身形一转把阿鬼护在身后 两个身影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了不远处 啊 是你 左墨目光一凝 心中有些惊讶 夜色下 曾莲儿精致妩媚的脸庞 多了几分神秘之感 如同黑药石般的眼睛 带着难以言语的光泽 停停欲立 他身旁呢 还跟着一位女人 看装扮 应该是他的侍女 他走到离左墨 约五丈远的地方 就停下了脚步 怎么 你要去忧权戒吗 悠悠的声音顺风传来 一直没有降低警惕的左墨 目光猛然一致 你怎么知道 这里是碎石戒 曾莲儿似乎没有看见左墨的防备 左墨明白过来 十有八九啊 十四级大厅素颖魂丝草的消息 引起了曾与他们的注意 眼前那个美丽的过分的女人呢 给她极强烈的危险感 虽然自己的突破 有相当的部分要归在对方的头上 最后对方反不过来的银色神力 是她突破的关键之一 但是这个女人呢 她看不透 我修炼的是月亮神力 曾莲儿伍媚的脸庞浮起了几分迷茫 她仰起了脸 头顶的月亮猛的微微变亮 一束月滑照在了她的脸庞上 长长的睫毛 微的嘴唇 精致无瑕的脸庞 在月滑的映照之下 仿佛有着射人心魄的力量 月亮神力 左墨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对方的神力啊 会和自己的神力产生力量感应 我跟你去忧权戒 什么 你跟我去忧权戒 左墨听到这句话 足足愣了许久才反应了过来 她觉得很好笑 不是 你这 你这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去忧权戒 是啊 曾莲儿的那双美眸 只是平静的看着左墨 左墨啊 听着对方语气当中的坚决 脸却的笑意 皱起了眉头 这个笑伙儿 说实话不好笑 我和你不熟 曾莲儿的声音啊 极为的好听 犹如空谷 因为你修炼的是太阳神力 我修炼的是月亮神力 不懂 如果我们两个一起修炼的话 神力会增长得更快 左墨终于明白了过来 哦 你说的是力量感应 也叫双修 对你有好处的 我不需要 因为你的右手吗 曾莲儿的眸子 泛起了一丝笑意 但是 左墨可却并不觉得好笑啊 她心中凛然 对方对她的熟悉 远远超乎了她的意料 竟然连她右手的力量漩涡都知道 这个女人 我对你没有恶意 你右手里面的力量漩涡越来越大 你能抽起的神力只是少数 等到膨胀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可就会失去控制了 双修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左墨弹开双手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因为你的神力唤醒了我 他在我体内留下烙印 你死了 我也活不了 我死了 你的神力也会崩溃的 这变得太好了呀 双修就要开始 就决定了我们两个的命运 只要我催促神力 你就能够感应到的 说吧 曾莲儿周身的月华陡然大声 左墨的脸色陡然大变 他体内在神力不受控制的移动 这就是你所说的力量感应 你催促神力 我的神力也同样会有感应 曾莲儿的话 钻入了左墨的耳朵中 该死的 为了不让我自己某天突然莫名其妙的死去 我觉得我还是跟着你比较保险 曾莲儿看也不看 左墨也缓缓走到一旁坐了下来 她的侍女呢也跟着跪坐一旁 眨眼间 面前便多了一个小木桌 一套精致的茶具 一个小炉开始煮起茶 石海里 左墨着急的问普遥何味 哎 这女人说的是真的吗 魏解释道 嗯 是真的 远古时代的双修往往同死共生啊 去他妈的同死共生吧 左墨破口大骂 脸色奇差无比 其实这并不是坏事 魏儿的话还没有说完 左墨已经气呼呼的转身出了石海 月亮神力 普遥却若有所思 左墨的气急败坏 曾莲儿啊 连眼皮都没抬下 万条斯里的捧着茶杯 优雅的喝着茶 长长的睫毛下 那双黑亮晶莹的毛子 笼罩在生腾的热气当中 朦胧如晃 阿鬼无动于睁的坐在了左墨身旁 他就像木偶 木讷没有生气 阿鬼身前的左墨戒备的看着曾莲儿 眉头紧皱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 让他措手不及 恢复冷静的左墨 开始仔细的思考这件事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双修什么的 他完全不感兴趣 他追求力量 但是他现在已经进入力量高速增长时期 而且突然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同生共死 这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而且如果对方遇到危险 那就意味着自己遇到危险 转眼之间 自己忽然多了一倍的凶险 盖死的双修 尤其对方的淡定丛容的模样 琢磨相当的不爽 他摇了脑袋 决定不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问题上 他重新开始修炼 不过出于安全的考虑 他挡在阿鬼的身前 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连他自己啊 也没有注意到 左墨浑身时时发出淡淡的金光 在黑暗当中呢显眼异常 几乎在左墨催动神力的同时 不远处的增连二胶躯微震 淡淡的月华笼罩着他的身体 左墨毕竟察觉到了异样 体内的神力啊 异常的活泼 平日里渗入血肉的神力 仿佛受到了某种吸引 丝丝缕缕浮现出来 左墨右手的力量漩涡旋转的速度 陡然变慢 而漩涡里的神力 从右手流淌而出 和从血肉中浮起的神力 汇集一体 在左墨的体内流转不休 注视着神力运转的路线 左墨呀 不由自主地想到了 今夜上记载的内容 一种明雾浮上了心头 今夜上记载着 太阳神力的修炼的方法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晦涩难懂 许多地方的左墨都是一头雾水 体内的神力流转不休 今夜上的许多难懂的语句 此时却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沉浸在明雾的喜悦当中 左墨浑然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左墨释放的金光 越来越内敛 而在不远处的增连而浑身的月华 却浓郁得有如实质一般 月转星移 黑夜渐渐逝去 清晨悄然来临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当太阳跳出地平线的一刹那 左墨春区猛然一震 猛然放出了耀眼的金色的光芒 犹如太阳一般与远处天边的太阳遥相呼应 轰了一声 左墨体内的太阳金种忽然之间冒出了无数的火焰 金黄色的火焰交错纵横把太阳金种层层的包裹 紧接着一道金夜沿着左墨神力流淌的路线轰然前进 金夜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滚烫异常 强烈的灼烧感 但是最让左墨感到震惊的就是他的霸道 为伦比的霸道 仿佛什么都没有办法阻挡他一般 仿佛无声的嚎叫透着深深的不甘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向天边那轮冉冉升起的太阳挂在天际 恍然之间 一幕幕其异的画面出现在他的眼前 虚无黑暗当中一里天火孕育成形 随着岁月的推移 他不断的壮大形成了一团火熊 又过了数以百万年 他越来越壮大 壮大到几乎与真正的太阳相差无几的地步 忽然 虚空中伸出一只手 一直看上去 普通无比的手 这只手轻轻一撞 从来没有过的恐怖力量 从四面八方疯狂的挤压来 他庞大的身躯 硬生生的被压缩成了太阳星中 不知道为什么 左墨陡然明白 明白他的不甘心 不能挂在天际的不甘 七月的今夜 忽然钻入了左墨的心口处 左墨回神一震 心口处几乎快燃烧了起来 心口处 繁琐精致的太阳挪纹 根根明亮耀眼 轰的一声 耀眼的金色的光芒 从左墨的心口处猛然绽放 一股霸道浩瀚的力量 瞬间充斥了左墨的身体 一瞬间 左墨有种描述天下的错觉 就连那些雄伟的山唇 漫无边地的戈壁 都在他的脚下 这股错觉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左墨心口处的那颗太阳魔纹 竟然有如活过了一般的 缓缓地旋转着 左墨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那股今夜流入心口处 便化作了一团火球 是流转不休 前所未有的充盈感 瞬间就传遍了全身子 时无天移 第一颗太阳 成形了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积极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399回 欢迎收听 修真世界第399回 浑身月华消散的曾莲儿看着左墨 他满脸的震惊 哪还有半点之前的从容 他就像是看到了一个出乎常理的怪物 它竟然突破了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察觉到 左墨体内的变化 但是却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左墨的实力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了 他体内的月亮神力啊 虽然说也有不少的增长 但是和对方比起来 简直弱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呢 满脸的惊讶 黑药石般的毛子里边透着无法置信 他修炼的是月亮神力 和左墨不同 他有着完整的传承 其实呢 他早就猜到了 左墨的神力啊 应该是源自某种奇遇 左墨的神力 修炼有许多怪异 不合常理之处 而且他连双修都不懂 但是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 竟然一夜之间便再次突破 事实上 当他这次寻来的时候 看到左墨的第一眼 便有几分震惊 距离上次 分开不过区区数日之间 但是 琢磨的实力又明显的提升 突破关卡 他的实力 也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 他这些天哪 也是每日苦修不错 实力突飞猛进 师父在世的时候 便一直夸他天父出众 是这一脉 近千年来天父最杰出的弟子 他对这点呢 也深信不疑 但是 看着眼前这个怪胎一样的家伙 他的信心罕见的有几分动摇了起来 他凝视着左墨 就像是在心上一见 旷世杰作 还有几天的路程啊 树龙 沉声问道 在他的身后 苦味们依然一丝不苟的保持着完整的阵型 如果顺利的话 十天 野灵强大精神 但声音中呢 透着难掩的疲倦 这些天来 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丝停歇呀 完全是最快的行军速度 最烦人 还是沿途零星的战斗 大战拉开序幕 这安娜便迅速恶化 随处可见都是盗匪 遇到这些盗匪 树龙没有丝毫的心词手软了 只要遭遇 全都是屠露殆尽 不留活口 后来野灵想到了一个法子 索性呢 打起了一杆旗帜 尚输一个大大的胃 连续几场之后 屠夫卫营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 尤其不知道是谁啊 发现树龙他们 就是在山达界 以一百屠露三千盗匪的那只战步 这个消息顿时在这一带 引起了轰动 这直接导致 魏营所过之处盗匪绝技 就连那些当地的势力 也对这只可怕的百人战步 视若不见 绝不主动盘问招惹 好在树龙他们 行色匆匆 根本不做停留 有些人注意到这一点 便不由暗自猜测 魏营 只怕生据特殊任务 于是 魏营的行军速度抖增 树龙对野灵这个主意 赞不绝口啊 什么出风头之类 他完全不在意 他满脑子的全部 是怎么才能尽快的 和大人会合 十天 众人精神无不一振啊 这次奔袭路途之长 尾时是 魏营创建以来之罪 途中跨过多少界 他们都不记得了 还好啊 这次野灵带足了魔背 这时他们可以借助血池 魔族的血池 妖族妖门 就像修真界的传送阵 不过同样的 那需要收费的 否则的话 光靠飞行 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啊 南越 苍泽几个人呢 神色之间也透着疲倦 不过比起以前 多了几分刚毅 他们几个修炼的 本来就是非常厉害的妖术 这番实战对于他们帮助极大 水平和之前 判若两人 再过十天就能见到大人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浑身 充满了干劲 金屋影 灯火通明 然而却安静异常 偌大的房间之内 地上东到西歪的 躺着修折 此起彼伏的呼噜之声啊 就像不间断的鼓声 孙宝大师傅也躺在角落里 嘴角呢 还流着晶莹的口水 几位大师傅同样形象全无 脚搁在台阶上 四样八叉的躺着 嘴巴张得老大呼噜轰隆啊 他们每个人都睡得是香甜无比 其他人的脸上呢 还残余着兴奋呀 没有一个清醒的 他们可是累极了 这么多天 没一刻停下 逼站了 丢一颗灵丹 接着干 就是靠着一堆灵丹 他们不眠不休 不停不歇的琢磨着魔文 琢磨着大人传来的 关于撰刻和唤醒魔文 每个人都在拼命 没有人抱怨 没有人叫苦 大家如同着了魔一般 疯狂补给一切 所有的人都知道啊 这是一场战争 但是就在今天 这场战争 他们终于看见了 胜利的曙光了 宗儒的闭关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兰 此时的归岛上下一心 此人呢 都在一心提高实力 许多人都采用闭关的方法 轻轻合上石板 外面最后一丝光线 消失在了眼前 山东内是一片黑暗 但是宗儒心中 却平静异常 谁也不知道 他这次闭关 闭的是死关 所谓死关啊 是一种极其凶险的闭关 闭关这段时间 飞扰心脏 比平时平增数十倍 稍有不慎 并陷入魔障之中 是神魂俱灭啊 但是宗儒心中 没有一丝的恐惧 他就像往常一般 盘起腿 像往常一样念诵经文 当年他弃佛死怨 发下了誓愿 以金刚升 护佑大人左右 这如今大人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自己的实力 却没有办法帮助到大人 黑暗当中 宗儒的神色呢 古井不波 没有犹豫 没有忐忑 只有平静 因为 这是他花下的誓愿 水月 这几天怎么过 一位朋友大声的嚷道 他能怎么过 你没谁见过他出去玩啊 另外一位朋友翻着白眼 没好气的说道 水月微微的笑了笑 没有接枪 哎呀 行了吧 我也觉得呀 我这个问题问的挺傻的 朋友探了三手 好吧我们去 好不容易手头有点祸 不出去爽爽 那可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 这次韦石浪费这一身好皮囊楼 另一位朋友言语之间充满了各种羡慕嫉妒 水月笑了笑朝几位朋友挥挥手 他个子不高 体型呢 有些瘦弱 一头略显凌乱的柔软的短发 稍显苍白的皮肤 看上去啊 清秀文静 尤其是脸上的微笑 极力清和力 沿途呢 不时有少女在他身上 瞟来瞟去 而一些大胆热辣的魔族少女 更是媚眼不断 忽然 水月脸色微变 脚不一致 但是 他的脸色迅速的恢复如常 看上去呢 和往常一样 只有脚下的速度 悄然加快了几分 一回到家中啊 水月迅速关上门 直到此时 他眼中才闪过了一丝战力的亢奋 他摊开手掌 掌心清晰地浮现出了一条鲜艳的血龙 血龙蜿蜒昂扬 那双眼睛给人极凶力之色 仿佛随时那可能从掌心飞出来 是真的 竟然是真的 他自然自语激动的游轮刺 脸上浮现了想哭又想笑的表情 他想起了逝去的父亲和爷爷 他们临终前的叮嘱都是如此一致 等待血钊 他无数次的怀疑啊 血钊到底存不存在 爷爷没有等到 父亲也没有等到 他不知道血钊是什么 掌心暗淡的龙闻对于他而言 只是对父亲爷爷的缅怀 血钊只存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 一个早已经被他忽略到的角落 水月家族 他无力的笑了笑 爷爷年纪到的时候啊 总是和他讲述水月家族当年的辉煌 但是从小的时候 他得当成故事来听 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水月家族的显赫 他身边的朋友 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水月家族 至于水月魔工 也只不过比普通的魔工啊 稍好一些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懂事的水月 修炼极其的刻苦 因此在同龄的魔之中呢 实力中等天上 爷爷曾无数次的哀套 如果水月魔工全在的话 水月一定远远超过现在的水平 水月每次听到便连忙开导赶伤了爷爷 说什么就算眼下的魔工 他也能修炼得很厉害云云 他从来没有相信 有什么完整的水月魔工的存在 但是他却很理解爷爷和父亲 老人嘛 总会沉浸在怀念当中的 所以爷爷去世不久 父亲也过世了 水月呢 便开始独自学习如何养活自己 好在啊 他从小修炼刻苦 实力呢 比同龄人要强不少 加之他为人冷静 能吃苦 渐渐的没有人再因为他年纪小而轻视他 长久捕猎磨胎 他年纪轻轻呢 但是实战经验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从很早开始 他以为自己啊会这样过一辈子 直到今天血昭出现 水月从情绪当中恢复了过来 毛子重新变得清明 他站起身来 开始默默的收拾行李 没有什么思想斗争 没有什么抗拒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父辈们长久的叮嘱 早在不知不觉当中 融入到了他的血脉 哪怕他曾无数次告诉自己 血昭根本不存在 为了父辈们的坚守 少年苍白文弱的脸庞 悄然的被思念做爬满着 曾连二有些奇怪 今天的左末啊 没有像往常一样疯狂的修炼 这样的嗅出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味道 在他来的这几天呢 他亲眼目睹 左末是如何疯狂的修炼的 他疯狂的几乎啊 想炸个美西的时间 他心中暗自动容 他一遍遍重复着枯燥无比的修炼 就像是不知疲倦一般 在他看来 左末对神力的运用 非常的粗糙 而且有许多不妥之处 远远的没有他精妙 但若是交手的话 他觉得最后活下来的 一定是左末 真是个疯狂的家伙呀 每当这个时候 他的目光 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阿鬼 那组破碎而惊心动魄的画面 就会悄然浮上心头 每次呢 都会让他的心一阵悸动 他默默地咀嚼着 默默地观察着 看上去好像一切啊 都和他没有关系一样 但是今天 左末实在是太反常了 他竟然不修炼 这些天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停止修炼 虽然说 左末表现得很镇定 但是曾莲儿呢 还是敏锐地察觉到 他眼中的那一丝激动 怎么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就在此时 左末猛地站了起来 几乎同时天空远处 忽然出现了一群小黑点 那是 曾莲儿心中威震 美眸盯着小黑点 脸上虽然说强自保持镇定 可是心中的惊讶 却在急剧地变大 而他身边的婿女炎儿 惊惧之色 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一只战步 曾莲儿的眼睛 非常的锐利 虽然对方人数不够百余人 但是在严整的阵型 让他毫不费力地判断出 这是一只战步 而且啊 是一只极具战斗力的战步 以免黑色的旗帜 竖在队伍前方 上输一个大大的位 这只战步来势 并不算快 但是严整的 没有一丝瑕疵的阵型 所带来的冲击感 便让曾莲儿 这个见过无数战战的 戒主之女 也被震慑住了 对方注意到他们 对方猛然一反 又如闻到了腥味的鲨鱼 整个战步毫无征兆的加速 狂野的笑音骤然而起 犹如无数的野兽 丝鸣轰然俯充啊 曾莲儿袖子里的拳头 不由自主的意见 她感觉就像是有一根 无限的绳子 猛然勒住了她 小剑 严而脸色煞白 健康的叫声当中 透着深深的恐惧 拼命地扯着曾莲儿的袖子 想把她躲开 曾莲儿呢纹丝不动 哪怕脸色微微发白 因为她注意到 左墨呀 也一动不动 难道 一个荒谬绝伦的想法 不由自主在脑海中唤起 轰了一声 掀起着泥土 如同凭空而起的土墙 说得拔顶而起 遮挡了众人的视线 两丈远的左墨 如同标枪般 立在这堵 扬起的泥墙面前 泥墙飞散 这只战步的全貌 这才呈现在曾莲儿的眼中 曾莲儿脑海里面冒出第一个词就是 百战之事啊 这只不过百人的小队 每个人的战力在他的眼中一览无遗 实在不值一提 但当这只风拳朴朴的队伍出现在他面前 他却没有办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们浑然一体 战阵森人 就像时刻准备杀戮的机器 大人 许多人的声音沙哑 每个人脸上都是神色振奋尸体高昂 他们的目光齐刷刷的盯着左墨 目光毫不掩饰 崇拜尊敬 望着满脸掩饰不住的疲倦和尘土 左墨鼻子微酸 他强自压抑住了脸上绽放笑容 大家辛苦了 让大伙先休息一下 左墨轻声对树龙说道 树龙呢 有些犹豫 左墨知道他担心什么 我突破原因了 树龙脸上陡然露出了狂喜之色 这才连忙点头 立即下达休息的命令 命令一下呀 大家就东倒西歪一屁股坐了下来 左墨一个个走过去仔细的替他们检查 看是不是留下暗伤 如此惊人的长途行军 途经大小战无数 他们呀完全凭一口气撑着 如今这口气松了 皮贱和暗伤就如同潮水一般的涌了上来 炎儿的小嘴儿张得老大 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只战步竟然是那个家伙的 他不明白小姐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这个家伙 难道就因为他唤醒了小姐吗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公主抱 这么缠热的男人 但既然是小姐决定了 他也就没有多嘴 反正也得跟在他身边 直到这一幕出现 他被震撼的大脑一片空白 曾练儿目光悠然 有史最终一言未发呀 只是深深的注视着左墨 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预知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人世界第四百回 欢迎收听修人世界第四百回 此一一 层面 查到 这只战步是屠夫未营 潮语禀报道 啊 zijn nicht捕捉到潮语声音中的那一丝颤抖 他不总有些惊讶呀 他可是很清楚自己这位手下的 素来呢 是心黑胆大 能让朝玉如此失态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货色呀 屠夫卫营 综艺完卫着 有什么来历啊 不知道 突然冒出来的一只战步 人数很少 不过一百多 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 他们途经山达界的时候 引起盗匪的围攻 他们屠露了整整三千名盗匪 毫发未伤 说到这儿 朝玉不由想到 折影里面的血腥的画面 脸色呀 有些难看 山达界 盗匪之界 曾医的脸色凝重了起来 一百 三千 毫发无损 这个消息 让他感到了深深的震惊 山达界离此处并不算远 盗匪之界的名声远近皆知 盗匪的水平虽然不放在他的眼中 但是整整三千名盗匪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目 而如果说对方是一百人 那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了 如果说换作他手下的战部 他不禁摇头 除非啊 他亲自带队 带上所有的同灵 摩孝 这才有可能啊 取得这样的战果 他脑海里边浮现那个少年的面貌 暗自心惊 这个家伙的来历 肯定不简单 想到了女儿 他不由苦笑了起来 想这么多也没用 除了教好对方 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陈音乐片刻 他忽然说道 让天药卫去跟着小姐 无论小姐去哪儿 他们都要跟到哪儿 那话小姐赶他们走 他们也要跟着 啊 天药卫 朝玉张大了嘴巴 呆立当场 左墨扫了眼 那群曾莲儿身旁的侍卫 倒是有些惊讶 这只卫队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平均水平不低啊 统领阶的魔族就有七位 其他的虽然都是孝阶 但是离统领阶也非常的接近 很明显啊 这是一只精锐 想了想对方的借主老爹 左墨呢 也觉得很正常 不过 对方时刻呀 守在曾莲儿身旁寸步不离 看样子呢 是不会接受他的指挥的 左墨也不介意 他巴不得的曾莲儿啊 离他远一点 他对这个看不透的漂亮女人呢 是莫名的戒备 还是阿鬼好啊 左墨把目光落到了阿鬼的身上 不由心里软了下来 但是想到阿鬼服用水云胎并不体笑 他的心情呢 又沉重了 蓝人和归岛之间布置了船送阵 来往的极为的方便 树龙这次来支援左墨 恰好啊 有蓝人送来的水云胎 便随身带来了 蓝人有特殊的手段 能够采摘水云胎而药效不减 但是阿鬼服用之后 虽然说眼中啊 多了份生机 但是却并没有什么起色 他体内的神力 非常的诡异阴狠 几乎呢 把阿鬼的神魂风绝开来 而水云胎也很快的 被他蚕食一空 不知不觉当中呢 阿鬼的神力 竟然又增长了一丝 不能再拖下去了 都恢复了吗 昨末问树龙 都恢复了 树龙脸上带着几分喜色 有六名苦味晋升了 还有一名花妖晋升 另外南岳小姐也完成了晋升啊 这些苦味呢 都是从卫营里边 精飘细选出来的精锐 这次征途虽然艰险 但是一旦硬撑过来 收获之大 让他们受益匪浅 南岳接受 琢磨的指点最久 几个人之中啊 实力也最强 加之 他生性倔强 修炼刻苦 至于之前呢 一直缺乏实战 这次疯狂的 长途之源 沿途大大小小 数以百计的厮杀 让他们迅速的 打破了瓶颈 炼成阴神 从而踏入到了 夜炉腰之界 左墨也不由的 流露出了几分喜色 实力每多一分 对他们而言呢 把握 便更多一分 魏营之中 原本只有 树龙和阿文 两个踏入统领阶 如今多了六个人呢 而夜灵本身 就是统领阶 加上一名 刚刚晋升的花妖 还有南岳 如此算下来 左墨的队伍里边 拥有了整整十一名 统领阶 在一个百计人的队伍当中 竟然有十一名 统领阶 还有一名将阶 剩下的是 青衣色的 小尖老手 这样的队伍 绝对称得上是 实力强悍的 兽平一直在观察 这支声名显赫的战步 哦 也许用凶名显赫 更合适一些 身为天药卫的首领 兽平本身呢 就是白银战将 也是增益的左膀右臂 但是啊 兽平每一次观察 这支战步 他都不由自主的 从心里深处 微微的站立 在这之前呢 他对自己带队的水平 啊极为的自信的 也正是 他的苦心经营 还有如今的天药卫 不要说在碎石界了 便是在府定几届 天药卫 那都是名副其实的 第一站步 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啊 在他眼中第一的站步 一站到别人的面前 就像个一群呢 穿着耀眼衣服的草包 之前兽平还有一些怀疑 一百图三千的真实性 但是真正看到这支战步 他完全没想法了 这样的战步 别说三千 说不定啊 五千都有可能啊 对方的技力之森严 素养之高 简直说是骇人听闻啊 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哪支战步在休息的时间 竟然还能按照战队的队形 任何一点空闲的时间 他们都会自发的修炼 完全呢就不像他每天来守在天药卫的营地 监督修炼 他们就像是一群呢 永远饥渴的野兽 永远不知停歇 永远不知疲倦 寿平真的吓到了 不光是他呀 天药卫 这些平时眼高于顶 趾高强的家伙 全都吓到了呀 一开始呢 他们被寿平告诫 不得滋事 心里呢 还有几分不平衡 但是呆了两天 看到卫营这群强悍的 无相魔族的家伙 他们彻底的没脾气了 那股杀气呀 光是眼神就让人心里渗得慌 反倒是曾莲儿的相当的平静 每天按时修炼 不闻不问 悠闲的喝喝茶 吃吃点心 俨然一副远足踏青的模样 寿平汉言之余 对小姐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果然是虎妇无犬女啊 八人的基业 以后肯定还是要交到小姐的手上的 左末呢 没有太理会天药卫 她的眼界啊 早就被小娘他们养雕了 天药卫的水平实在不被她放在眼中 她转身看了眼远处 那个方向呢 是碎石镇的方向 她曾动过念头 把冬子和卡镯带上 但是想了想 这行凶险 一个是淳朴少年 一个没有任何自保能力的幻文师 昨末还是把这个念头给打消了 出发吧 昨末淡淡的说道 费雷 你真的要走了 少年们有些不舍得看着对方 费雷伸出了不满伤痕的手掌 摸了摸其中一位少年的脑袋吓道 我有我的使命 使命 少年们稚嫩的脸庞有些疑惑 嗯 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使命啊 费雷微笑的解释 她的体型壮硕 脸庞的棱角分明 满脸风霜 细密的胡须短然的带着些许的花白 她的眼睛是铅灰色的 异常的深邃 你还会回来教我们吗 说话的少年声音中透着几分鼻音 不会了 费雷的脸上依然微笑 微微的眯起的眼睛流露出了几分沧桑 你们要好好的修炼 别偷懒啊 这样才能够早点进入战步 好了 我走了 说吧 费雷转身前冲两步 猛的腾空而起啊 黑色的风衣有如蝙蝠张开的翅膀滑向天际 可没有再回头 深沉的浅灰色的毛子望向远方 看到事情的沧桑里边 一抹鲜红炽热的火焰 破壳而冲 无声地跳跃 紧握的手掌心处 赫然一只胸利的血龙 尘尘在千年的号角 仿佛在耳畔吹响了 左墨手上的戒图 是曾义送来的 一介之主的收藏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通过这张戒图啊 左墨能够方便地找到 幽权界的位置 这是一个远比 树龙他们从小蛮界赶过来 更加遥远 小蛮界和碎石界都属于百蛮境 而幽权界却是明镜的最深处 这之间的跨度之大 几乎是横跨整个魔族世界 而沿途的势力啊 却也要交错 被标上的势力 连十分之一的路途都没有 左墨呢 一想便明白过来 曾义虽然说实力不错 但是显然呢 没有什么扩张的欲望 这图上标明的都是比较靠近 碎石界的区域 左墨甚至这件事情啊 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他的心中的 没有丝毫的退缩之心 而且他打算在路上 看看能不能收购到 素颖魂丝草 还好 魔族有血池 左墨第一次见到血池 血就像一个大池塘啊 池塘里仿佛盛满了鲜血 咕嘟咕嘟的冒着气泡 不过左墨知道 血池里面的血并不是真正的血液 而是一种名为赤血浆的液体 成分那是非常的复杂的 就像在修真界能够不是传送阵的修者一样 能够配置赤血浆的魔族 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树龙他们早就有经验 有秩序的跳入血池之中 左墨突然横抱起阿鬼 毫不犹豫的跳进了血池 阿鬼只会对一个人的动作无动于衷 那就是左墨 树瓶看到这一幕啊 偷偷看脸小姐 小姐脸上无动于衷 他不由的呀松了一口气 看来小姐不是看上这个小子 但忽然他又觉得有些惋惜 这小子虽然说算不上高富帅 但是猛富强啊 咱魔族的传统是猛男的小姐 这么猛的猛男 老兽可是第一次见到啊 真是可惜了呀 兽平心里念叨着 偶尔幻想一下 这要是双方连姻 那该是多么的强大呀 但是他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端倪 镇定自若的跟着小姐跃入血池之中 一跳进血池啊 左末只觉得眼前一片血红 异样的甜香味钻入到了鼻中 其一的是啊 吃血浆并不像水一样会钻入耳鼻内 反而呢像清凉的薄膜一样贴着皮肤 忽然一股强大的吸力猛的从他们脚下传来 众人来不及做任何的挣扎 便被这股力量猛的一扯消失不见 当力量消失 左末重新的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不远处凋浮在赤血浆中的树龙等人 血红色的赤血浆啊 清澈剔透 就像血红色的水晶一样 左末呢 能看清楚众人的身影 不用指挥 几名苦味悄然的向上扶去 片刻之后 他们传来安全的信息 大家于是呀 纷纷向上扶去 血池并非很安全的地方 在没有发生战争之前还好 各大势力都不会允许自己的血池存在安全问题 这关系呢 他们路径的通畅 但是如今呢 战争越演越烈 许多地方已经不允许外人进入 而一些区域的血池更是因为缺乏统治者 而成为了许多盗匪最爱埋伏的地方 树龙他们路上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们早就熟门熟路 走出血池 入目所及的荒凉 让左墨流露出了警惕之色 而寿平脸上啊 更是紧张了起来 天药卫呼啦一下子 紧紧的把曾莲二哄在了中间 寿平压低了声音说 小姐 情况不对劲 曾莲二看了眼左墨 不对劲 是 属下几六月前曾经来过这里一趟 这里以前有个集市 寿平一边低声说道 一边警惕的看着四中 寿平啊 没有刻意的压低声音 与众人的耳力呢 才是听得清清楚楚 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 这是我们搜集的情报 发现混沌裂缝的戒 谢山脸上 难掩皮倦 但是眼睛啊 却异常的明亮 总共有三个戒 东流戒 中仓戒 和云关戒 巨大的折影 是一张巨大的戒图 公孙听得十分的仔细 唯恐漏掉一个细节 麻烦魏然等人赫然在列 中流戒的混沌裂缝 暂时没有动静 云关戒的混沌裂缝 通往腰界 而且云关戒的地前门 势力很是雄厚啊 拥有六只战步 几乎占据了云关戒 一半的地盘 谢山打听的情报 非常的清晰 他娓娓道来啊 中仓戒 是我们最好的目标 不仅说离我们最近 而且当地最大的门派被击溃 他们正陷入混乱 已经确定 入侵的是一只魔族战步 混沌裂缝对面 肯定是魔戒无疑 具体说是哪一戒 因为没有魔族俘虏 还没有办法确定 只要是魔戒 对我们就有价值 公孙哪 一开口就让众人的精神一振 他站了起来 目光缓缓地扫过着众人 众人呢 无不正心微作 心中凛然 大家都知道 师兄的消息了吧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那就是支援师兄 但是 我们进入任何一个魔界 只会引起整个魔界不死不休 我们必须把触手伸进魔界 这样呢 才能够支援师兄 公孙显然深思熟虑过 他的条理啊 非常的清晰 我们可以通过魏盈和石东 来组建我们自己的魔族战步 这些魔族战步进入魔界 才能够直接的支援到师兄 我们甚至可以把魏盈和海界 建成修者妖魔共存的地方 这不容易 但是并非不可能的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提起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四百零一回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